學友推舉華仔做會長 兼任民間特首 幸遍長官有 民間港者有 那民間特首有什麼時候才有呢 今時今日 香港能夠學習50年 還不是一個民主 更加不是我特首的功能 前晚去電影節活動 學友就推舉華仔做民間特首 因為華仔做好一點 或者電影也做過 電影也做過特首 他家興就熟 當然 我們特區警察從來不說謊 是啊 這麼誠實 據我說兩個都有資格 截至偉鵬做演藝人協會會長 我想應該不會 你害怕嗎 我不是害怕 智慧做得很好 他做這麼多年做得很好 做演藝人協會 就是多數有些領導才能才行 還射球 說看好這兩個對手 秋生做得很有說服力 我覺得 華仔都是很有領導才能的人 都是很理想人選 而且地位 江湖地位都是非常有 你也有江湖地位 但汪奴早前居然爆你大件事 好 我一直把學友喝酒 死了請我回家 接著開車他嘔 摸摸頭 啪 噴那個擋風光 你全部都是 死 他搞錯了 我告訴他 有這樣的事 不過那一次就是我自己開車 可能他最多 他搞亂了 唉 學友都算有情有義了 沒有反爆他的魚野 死了就局有起 下一個死的朱定蠟燈 鬼嬰 10月31日 身懷鬼胎